七十年代比较有影响的你演奏的曲子是 淮香曲 当时还有个有趣的名字叫 《台湾人民叛解放》 这个事情说起来 是这样 当时在台盟有一位叫周青的一位老台胞 他唱歌仔戏唱得很好 他唱了一些调子给我听 其中有一个七字调 我非常感兴趣 那么再加上当时有一些歌字戏的一些音响 让我听到有些大哭调 我就利用这个素材就创作了一首 曲子 您重回中央音乐学院已经是一九八几年了 一九八三年 这一次回去已经是做了系主任是吧 对 愿意回去吗 开始是有一点顾虑 那种觉得到了音乐学院很陌生 如果是做系主任 那么面临这么多学生 自己有很多要打理的东西 就是说包括见了人你都得笑一笑吧 你见了面笑一笑 你这个就很累嘛 比较担心自己可能会 业务的时间会减少 会有很多事情要去浪费在其他的方面吧 您做了系主任之后 据说在明月系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是吗 当时是这样 我刚去之后 老师们也向我反映大学中学矛盾很大 因为比如说矛盾大的尖锐到什么程度呢 尖锐到大学需要的专业 中学故意的不给你招收这个专业 因为我中学院本科和音学院副中会 是分着的 它是两个教研史 我就想到了就是把大中学的教研史打通 就是成为一个教研史 在明月系 明月学科 由一个教研史来领导研究教学科研方面的问题 由一个教研史来负责招生 大学的老师可以教副中的学生 也可以教副小的学生 中学的老师也可以教大学的学生 因为当时我们特别提倡一种 双选的这种制度 就是说老师可以选学生 学生可以选老师 对不对 你如果不好好教的话 那就没有学生选你 你就自然就很孤立 是吧 你孤立时间长了 慢慢你觉得你不能够适应这个工作了 相信你就要考虑 是不是要退出教师队伍了 他们把它叫做一条龙 直到现在中央音学院的明月专业 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 现在还在言用 一直在坚持这样一个做法 而且觉得这个做法 还是比较适合明月的特殊的情况 1988年1月17日 命运之神和王国同开了一个玩笑 一次意想不到的事故 在他身上发生了 好像是1988年1月17号 是个星期天 我在写 一天都在写一本书 那本书要急着出版 后来下午五点多钟 不到六点 我说我得去洗个澡 可是那时候不像现在 每个家庭有一个厕所 很大的一个洗手间 那时候咱们都得去一个公共浴室 公共浴室 那我就骑个自己车 那时候现在音乐学院门口 那个有修了立交桥 有桥洞可以走 那时候没有 那条马路很宽的 我就一边骑着车子 还在想我白天这一天写的东西 又是因为小二胡的事 小二胡的事 人家那边来了一个警车 我也听不见那个警笛 我就骑着骑着 一看那车离我越来越近 因为它开得很快 完了就我这自行车 就跟它那个吉普车 那个平面就撞上了 我人就进了那个车棚了 那和交通事故上说 江王撞出二十多米 我想这个二十多米 肯定落地不是头 如果二十多米 头着地 那也死掉了 伤成什么样了 其实就是死过去了 其实我后来我跟人家说 我说其实人死的时候 一点都没痛苦 因为死的一下子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过来自己下着了吗 醒过来以后 其实自己 首先就是看看自己 手还在不在 因为手不在了 就没法拉二胡了 这真是个拉琴的人 这个第一反应是先看 看手指头都在 手指头还在 后来我又尝试背了一段旋律 我那段旋律我一背 因为我们一般背旋律的时候 手也有感觉 那个手也 行 我这脑子还没糊涂 就是说还能用 那我就比较踏实了 我就觉得虽然很疼痛 但是我的手还在 我的脑子还有这个 还有能回忆乐谱的这个能力 您觉得碰到这么一件大事 对自己的人生 想事的方法和态度 有改变吗 因为当时确实需要静养 在那段时间当中 就有很多思考 有很多回顾 过去做的一些事情 哪些做的是对的 哪些做的是不对的 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跟满瑞星师傅 一起改革的这个方圆二户 和低调粗旋二户 申请专利 那个申请专利 其实有一个 我们中研院学院人事处的 一个同志 他已经帮我递交了 申请专利的填的报表 但这时候我就有些思考 就有些不一样了 我就觉得 你申请专利 无非不是一个 为了这个专利费吗 人家按着你这个尺寸做 人家会 你会拿到专利费 可是反过来说 你搞了这个改革的这个规格 这个尺寸 比如说我们这个情统 是9.2宽 8.6高 那人家我就偏不按你这个做 是吧 就是我非要做的9.3 9.4 你是9.2 那8.6 8.6我可以做8.5 可以做8.4 也可以做8.7 8.8 那我说反而为了这个 造成很多不团结 很多矛盾 不如把这个表撤回来 不要申请这个专利了 所以其实那场车祸呢 在我的人生观 世界观上都有不少的变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